他男孩唱歌 當然大家心裡都會暖滋滋的 會有一種幸福的感覺 就算被風吹也覺得好暖喔 完全在講你個人的心聲齁 剛剛在後台 原來每一次我們下去的時候 一配都要穿外套因為會冷 剛剛這一段他直接脫掉外套 站起來看他們表演 整個很暖的你齁 是啊 當然 而且我相信所有在台中港區的 我們所有在現場的民眾 還有看我們電視轉播的民眾 也都會覺得心裡很暖 因為昨天我們在中視頻道 就看到了這個 國慶煙火的施放 放了四十分鐘 大家都覺得好幸福 好漂亮 今天也是所有各大報 各大新聞都有報導 的頭條 今天 今天厲害了 我們來到現場的民眾 看轉播的觀眾朋友 也都有焰火可以看 沒錯 真的 你們的眼睛都有浮了 因為今天呢 台中市政府再度加碼 沒錯 今天也有一段非常非常精彩的焰火秀 而且跟大家講 因為在這台中港區這裡施放嘛 對不對 對 你們呢只要在台中任何地方 現在呢你在家裡看電視機 你只要趕快到頂樓 只要在台中任何的制高點 是 都可以看到待會這段焰火的施放 對 要特別強調 這一段焰火呢 我們昨天是國慶焰火嘛 今天是台中市政府加碼的焰火 更加精彩 一樣精彩 真的 而且如果放完焰火呢 焰火呢 焰火呢 對焰火 焰火放得好的話 待會儀佩就要跳焰舞了 沒有啦 沒有這段啦 沒有這段嗎 我以為今天加碼耶 我們今天要邀請一位呢 非常重量級的嘉賓 來 就是我們台中市的副市長 黃國榮 黃副市長 歡迎 副市長好 來 副市長 來 副市長 副市長好 好的 副市長 今天喔 我們昨天是在台中 進行我們的國慶晚會嘛 放了焰火 那今天我們同樣 台中市要加碼焰火 這個副市長 是不是要跟大家先講講話 好 謝謝儀佩小姐 還有JR 謝謝 駿南梅林 我們是不是先 給他們熱烈的掌聲 謝謝他們 為我們主持 今天的晚會節目 謝謝 拍手一下 展現我們台中人的熱情 哇 台中人都很熱情啦 對對對 大概是這個天氣太冷了 沒有 所以大家手放在口袋 不是副市長 其實不要怪他們 因為他們現在都要把這個帽子啊 還有衣服抓住 要不然拍手的話 衣服可能會飛走 風真的有點大 副市長剛剛也一同陪我們在後台 看很多表演 然後風那麼大 他也一直陪著我們 對 的確今天風是比昨天還大 不過我要跟各位好朋友報告 我們今天的焰火 如其釋放 耶 太棒了 不過在釋放之前 我想我們還是要來謝謝一些單位 是 因為我們這次在舉辦的是 103年中華民國國慶焰火的第二天的活動 沒錯 那麼昨天我想我先做一個民意調查好了 請問昨天有來的請舉手 來舉手一下我們看一下 其實很多耶 對有很多人昨天都有來 太忠實了 台中人太好了 不過耶爾沒有來的 我跟各位好朋友報告喔 昨天第一天的活動晚會 我們要謝謝中華民國國慶籌備會 尤其是主任委員王近平王院長 他們 真的很有睿智 把今年的國慶焰火選在台中 是 因為 昨天台北下雨 啊 真的 那我們台中天氣很好 只是風大了一點 而且 不過風大 反而好 對副市長我就是要說這點 因為昨天大家還擔心風很大 沒關係 焰火一打上去 風一吹反而看得更清晰 對 如果沒有風的話會看到很多很多的煙 對啊 那昨天我們有四十二分鐘的焰火 是 然後打了兩萬六千多發 哎呦 這個是創舉 是 那我們今天由台中市政府來加碼 加碼喔 我們要延續我們國慶的這個大家的熱情 沒錯 所以今天加碼二十分鐘 還有剩下十秒鐘 所以我看我們就要倒數計時 是 來 歡迎我們今天國慶煙火第二天二十分鐘的煙火 好 我們一起來倒數 手舉起來 來 五 四 三 二 一 嗚 大家往 呃 我這個兩 兩點鐘鐘鐘的方便 舞台在右手邊上 是 哎呦 啊 啊 啊 今天的台中市加碼的國慶焰火要施放第二天 那麼呢 我們在第一個第一階段看到的是閃耀台中 綻放幸福 在翁千鈺的祈禱歌聲當中 我們將以色彩最豐富的八重蕊焰火開場 各種顏色的閃光煙火點亮黑暗的夜空 讓這一年的不如意將其照亮 迎接新的天空 璀璨的生活 來吧 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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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